好 旧情绵绵的话 当年今天是第一期的播出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要让朋友们知道 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旧事物啦 旧的一些娱乐新闻啦 旧的事件 让朋友们能够缅怀过去的 说到这一点呢 我想自从有了电视开始呢 这个电视呢 跟我们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那综艺节目呢 又比戏剧节目呢 它的历史更早 所以今天晚上呢 就让我们先从这个 早期的综艺节目开始谈起 好不好 其实说到这个 早期的综艺节目 我想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开山的大师 他们就是很重要 综艺节目 对 从有电视台开始呢 就能看到他们了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朋友呢 那就是我们的协剧泰斗 野冯叔叔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王莎叔叔 是 欢迎你们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综艺节目的 早期的 也算是我们的前辈 张维大哥 他是主持界的前辈 对 欢迎他们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旧情里面画当年 其实说到这个画当年呢 我想他们真的是有很多话 要说给大家听的 当年的往事呢 我想要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呢 是更珍贵的 我们就请王莎叔叔先吧 画是很多啦 不过牢骚也不少啦 牢骚也不少啦 牢骚也不少啦 对不对 那我们也想听一听啦 刚才我就碰到那个青山啦 青山 对 从老远的台北来到这里喔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台北 青山见到我的时候 叫我王大哥 那是多少年前的时候 后来呢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 他叫我王叔叔 但是刚才碰到我呢 叫什么 叫王伯伯 他不是叫你王小弟吗 听了就很不爽啦 听了就很不爽啦 那么以话讲回来就是我们老啦 也要承认老啦 对不对 多少年啦 这野峰叔叔就不小心 是怎么样称呼青山大哥的呢 我们要叫他青山大哥 青山啊 我以前呢 当年他第一次来新加坡 我就跟他同台啦 那时候我们都好像 我也那时候也年轻了 我比王叔年轻得多啦 那时候我叫他小青菜 是小青的 这好像是电影里面的小青 对 后来在台北 我拍戏的时候碰到他 就是客气一点啦 他的地方嘛 青山啊 青山啊 就成兄道地啦 青山啊 其实说到以前 现在来了这边不同啦 刚才见到了他叫我 野峰叔叔 我也叫他青山叔 你两个人重点备份 对 其实说到以前呢 我想从这个六十三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这个节目啦 那时候那个时候六十三年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这个 这个邪剧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王莎叔叔 他们的野峰叔叔 他们在拍的这个过程 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个 当时的这个现场 现场录影的 现场录影 现场录影 玉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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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露的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这个 不是在这里喔 不不不 这里还有电视台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台 没有电视台 电视台是在1980年的 在电台 电台 电台 对 电台的一个小小小的 摄影棚 对 摄影棚 类似是摄影棚 但是不是正规的 那时候也应该是属于礼堂 还不是属于摄影棚 对 那个时候也不能算是礼堂 也不是 那个时候是 那个16呢 通常他们都是用来 存放东西啦 仪器啦 那有时候那个 合唱团来的时候 录音啊 就用到那边了 这地方稍微大一点就对了 就充当拿来当摄影棚 对 是不是比这里大一点 比这里小 哪有这么大 那个时候你们拍摄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那个时候 只有两架摄影机 对 就站在那边拍咯 不 我那个时候拍摄的工作 老实讲啦 是比你们现在简单多了 也比你们快啦 也许那时候我们比较聪明 你们现在很笨耶 刚才打一个灯光 要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我们那个时候五分钟就可以咯 我在想 可能那时候的设备呢 比较简陋 那时候我听说刚刚结婚 不是简陋 不… 简单 比较少 不能简陋 那又有一些灯呢 就光是灯光 就有五六十个灯了 那到时有几个灯呢 你现在我看五六四个都不止 都不止 最少几百个对不对 跟我们比差太远了 那时候我们从头算到尾只有六个 不过话讲回来野风书 我叫你野风书 应该是不过啦 差不多啦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和现在比起来的不同点 就是现在是颜色 彩色 黑白的灯光的需求量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亮就是亮 简单恶药 不像现在 不同点就是这样 也不是说这样啦 当时候那时候老实讲了 也没有这样的设备啦 灯是不够的啦 不过拍黑白呢就不一样 反正那时候我们拍很简单的 王叔啊 你坐在那边 不要跑得太远啦 这个灯啊就照住你了 你离开的这个脸就黑掉了 黑白嘛 所以你想啊 在那么少的灯光之下 能够把你拍出来 他们不笨 他们也是相当聪明的 就算我说比他们聪明了 打灯五分钟 拍我们呢最多十分钟 很快的 说到这个灯光啊 我就想到化妆 想到化妆 不像那个时候王霞叔叔 还有野峰叔叔 你们是不是也有化妆的呢 需不需要化妆 因为黑白嘛 其实我最讨厌化妆的 好像现在是 迫不得已要擦一点粉 像什么灯光反光啊 我从前就不化妆的 我不化妆的 那个时候我化 那时候你化眉毛对不对 他是化 他不喜欢化 我是一定要化 我什么地方都化 化两个眉 因为我眉毛嘛 我不化黑白出来 我没眉毛啦 眉毛 原来是眉毛这样 我一定要化眉毛的 那么综艺节目 所谓综艺节目 就是有歌 有舞 有邪剧 偶尔有魔术 魔术表演 这些 但是没有这个什么游戏节目 也没有这个广告的干扰 那王霞叔叔叔现在讲的是 介于63年到69年之间 三十多年了 那算是很久了 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有游戏节目的 那我们就不晓得 这个游戏节目呢 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 这个游戏节目 我想应该是从那个 坐我旁边那个人 生保之夜了 生保之夜 那是我们的张伟大哥 最清楚的了 对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游戏 就是生保之夜 谈到生保之夜 就不会忘记我们这个张伟大哥 因为那个时候呢 一提到这个游戏 生保之夜就是讲到他 而且呢他是最早的一个呢 主持游戏节目的主持人 你们的前辈嘛 对啊 就我刚才说的 不是 所以后来说回来 不是说最早主持这个游戏节目 而是那一个节目的生保之夜 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可以说是第一个 有这个赞助商赞助的节目 所以就从那个开始 因为是赞助性节目嘛 所以里面要包罗万象 也有这个问答的比赛 问答游戏 那么纯游戏的比赛 还有就是 当然还有一些歌舞之类的 所以当时的这个 这个综艺节目呢 跟现在比较起来 会有一点比较不同点 就是 像刚才我们跟野风王莎有聊过 当时的这个问题的发问 的确 如果不是说有多少这个墨水的话呢 你回答不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我刚刚也听你说了 你说早期呢 你们的这个问答题目 有包括了一些常识啦 地理啦 科学地理 交通啊 什么的方面 你还说呢最早的这个 真正有关于知识方面的问答 还是有专门的主持人来做的 对 在我们那个节目里头 如果是属于交通问答比赛的话 或者交通问答游戏 是有一些专人 当时我们还出动了这个 在车辆注册局的一位高级官员 叫杨文的 杨中文啊 主持那一段的这个问答 那么还有一些 还有另外一位是沈荣华 沈荣华也是从台湾过来的 工作的一位 他主持的也是问答比赛 或是属于另外一种 那是时事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赛 我的是比较集中于 纯游戏的比赛 像刚才我们大家有看到的这个 有谈过的那个幸运轮盘呢 或者是九宫阁呢 或者是这个 用现金跟你 买回你所选择的这个宝箱 叫拆宝箱游戏 那我们也知道当时呢 你有一个这个女的主持人 跟你一块搭档的 那我们就不晓得 那时候的主持人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主持人呢 那一位叫陈景帝 其实说到陈景帝这个人啊 我倒很想看看这个人 长什么样子的 那我记得 他有图片啊 有图片是吗 你要看他一样 你看他的图片 你看他的图片 好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是最早的歌唱剧 叫做《恋爱三部曲》 中间那个是情怀 那旁边那个小小的啊 是明歌星啊 张晓英 张晓英 左右两边有... 左右两边有胡子的就是伴郎 可以这么讲啊 你看 王夏叔叔 你看 多年轻啊 陈景帝 这个... 这个就是陈景帝啊 当年红积一时啊 不过可惜啊 当年他出得早 你出得慢啊 要是你一早点出事啊 你看他穿的衣服 包得秘密的 如果当时你出来这样穿啊 老实讲 他被你打倒了 那这个是瓜子就是我 帅哥 帅哥 真伟大哥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手指上的时候 这带的是什么 是猫眼耶 跟现在的钻石差不多一样的 那时候他威了 轮盘 轮盘 那时候算是轮盘吧 幸运轮盘... 你刚刚讲的那个幸运轮盘 我想问一下就是 当时这个奖金多少啊 这个当时的奖金不是说很多 或最起码都有几十块钱 到一百 到三百 到五百都不一定 那是在69年的事情 69年4月2日要开始的 你们看啊 这也是其中一个歌舞节目 当时的中科技节目了 不是 歌舞职业 申保职业了 歌舞 那这个呢 这个是在我们其中 申保职业的一个节目的 大概是最后一期的一个收场 所以你看大家手上都有拿着一些歌词 大概是唱一些什么祝福的 会唱歌 这个没有背的歌词 那时候奥阳良荣 奥阳良荣 综艺节目还有請专门 这个综艺乐器来表演 这个魔术表演 魔术当时黄沐颖 他在不及以前刚刚离开了 他已经80...80几岁了 永在怀念中 是 他还在...他们两位还在 你看我的姿势多美 你看看 那个是在跳舞是吗 对 跳舞 闻声都是这个戏道 闻声都是... 这个就是当年我跟王叔的邪剧 坐在那边... 怎么有个女的呢 女的就是我了 反串啊 那个时候已经反串了 哪一年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们黑白已经反串了 这个是... 也是一个邪剧 咖啡店... 不...邪剧来的 是家庭剧 这只是道具而已 那你们是在演 对... 这个桌子好像有面子 这个好像我们一看过 神经义法吗 神经义法吗 不... 那时候有什么神经义法 那是以前我们一段邪剧 不是什么 你们这都很熟的神经义法 其实早年我们已经做了 应该是做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就做神经义法 这样的东西 也是审案啦 就反映一些 现在目前市民啊 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所以是万变不改其中啊 对... 其实呢 我想 我们谈很多的这些东西 朋友们在家里听了 可能听得很过瘾 很想再继续听 我想那我们王莎叔叔跟野锋叔叔呢 也是聊得还不尽兴的 对... 那没有关系 我们下一期呢 还是会再邀请王莎叔叔跟野锋叔叔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谈一谈他们的邪剧生涯 那有关于张维大哥呢 我们不要急 我们还是会邀请他上我们的节目来的 我不是急 因为我也有很多话要讲 那么王莎 野锋这两位叔叔呢 其实他们的话呢 你请他们讲 十天十夜都讲不完 所以不要错过我们这个 旧情绵绵绵画当年的单元啦 稍后再见 谢谢 有 不疼 我求你是拉扮雷夢帆,雷夢帆 我求你是拉扮雷夢帆 聽我再告訴你最少一句話 永遠的永遠的愛你 為什麼為什麼你回答我 我回答我也是拉扮雷夢帆 我求你是拉扮雷夢帆,雷夢帆 我求你是拉扮雷夢帆 聽我再告訴你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雷夢帆 雷夢帆 我求你是拉扮雷夢帆 雷夢帆 我求你看我扮雷夢帆 聽我你看我一眼 communicating已 我愛你和 thou走 不要再給你 我愛你,我愛你 你的紅袋 你的愛 那天 你不想不要再bling 我愛你 你最擅,你最擅,你最擅 用別的雷河打